意大利的庞貝古城有了新守衛 是個有四條腿的機器狗 配備有鏡頭和感應雷達 可以深入人類無法安全進入的困難地形 針對結構及安全方面進行檢查 在充滿歷史風情的古城街道上 機器狗SPOT展開例行巡邏任務 由美國波士頓動力公司設計的機器狗SPOT 成為了庞貝城考古公園的新守衛 考古公園最近在測試 利用它來進行遺跡結構的監測作業 同時收集對未來研究和規劃有用的數據 SPOT的行走速度最高每小時可達3英里 同時搭載了360度攝影機 擁有寬闊的視野 讓它能夠避開障礙物 並免受灰塵和雨水的影響 此外 SPOT還可以安全無魚地建入狹小的空間 特別是盜墓者挖掘的地下順道 這些隧道的安全狀況堪憂 使用機器狗能提高監測品質 進而了解恢復工程的進展 除了地面上的機器狗外 科古公園還在空中布置了 萊卡的飛行雷射掃描儀器 能夠自主對儀器進行3D掃描 幫助SPOT執行任務 萊卡的深入 燈品質 成本